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在今日的常规赛中,活塞主场110-105加10,立刻太阳,本场比赛,活塞一度落后23分,但最终取胜,这是他们过去25个赛季里最大分差的逆转。 活塞前锋杰里米·格兰特本场比赛,上场42分钟,15投10中,得到31分,10篮板2主攻,由此,他已经连续两场比赛,得到至少30分10篮板,他成为自2018年的布雷克·格里芬以来,活塞近20年来,第一次连续两场比赛,得到至少30分10篮板的球员,而在格里芬之前,1997年的格兰特·希尔也曾做到过, 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